很高興歡迎大家來到這邊 參加美國國會觀測站的分享會 那首先要跟大家介紹 我是貝斯 然後目前是GIV揪鬆團的成員 那GIV揪鬆團是主辦GIV黑客松跟蔣柱錦 還有維持社群基礎建設的一個工作小組 那為什麼會在這邊呢 就是因為美國國會觀測站是一個GIV專案 然後是從得到GIV獎駐金之後 開始執行的一個專案 所以就是這是很難的機會 就是剛好香菇一貫要同票 所以就回到台灣 然後Jerry因為各種原因 所以就很怕回來了 那就是他現在人在美國休斯頓 然後是早上凌晨五點 所以就是一連很想睡覺 但是我們就是現在要先請他 跟我們分享就是一個微緩熱戰這樣 我們就歡迎Jerry 哈囉 聽得到嗎 OK OK 聽得到嗎 OK 好 對 現在鏡頭 其實你那個畫面不用轉到香菇跟大盛 不用看他們的 可以看一下觀眾 就是 我們女人有辦法調一下 對 喔 喔 人好多喔 人也太多了吧 哈哈 會緊張嗎 哈囉 哈囉 大家好我是Jerry 然後 想先問一下 這邊 大家都 都 不是 到我們這個專業才來吧 現在現場有人不知道 過多關熱戰嗎 對啊 OK 然後大家 大家 大家都是結痕嗎 呵呵 真的好怪 就是 對 我現在真的是早上剛起來 然後現在整個腦袋還在慢慢蘇醒當中 對 相信的不道歉 因為我們這個專業其實進行了兩年多 有人是從一開始就follow嗎 要舉個手讓我看一下好嗎 有 喔 OK 還不錯 人數還蠻多的 因為我本來想說 如果大家都是蠻早就follow的話 那 其實今天很多東西都不用講講 因為全部都是 這裡都講過的 其實很多東西 那現場有從美國來的嗎 就是剛好有人也在台灣了 OK 好像沒有 OK 那 因為這樣子講的東西就不會重複 因為我今天準備的東西其實在 我們這個東西在美國講的蠻多長的 然後我們在美國 在哪兒 我想看看 Boston 然後Poland 然後Ceado 都 還有Houston也講過 所以其實 今天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專案 然後 怎麼產生的 然後一些 中間一些 彎彎曲曲的過程 這樣子 對 然後 相互分大瞬移 有時候我們覺得 要補充的 也可以 適時補充 對 好 那我就先 Share 我的螢幕 嗯 嗯 欸 這什麼好像 欸 稍微等我 等一下我看喔 他要我開一個全線 嗯 嗯 我好像要重新加入這個 你跟我一下下 好 就是他要重開順 好 好 那 就是為了填補空白 就是要順便跟大家補充一下這裡場地的注意事項 所以如果進廁所有用到衛生紙的話 就直接對到馬桶裡面就可以了 那 垃圾桶的話 是出去右轉 放進廚房前面 那 請 所有垃圾中要注意 就是 注意那個 回收要去洗 這樣子 就是 如果有飲料杯 就是洗乾淨 然後再丟進去 這樣 嗯 可以 哈囉 哈囉 可以得到嗎 我又回來了 OKOK可以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我的螢幕嗎 可以 可以喔 我 並不在地 好 好 其實我今天應該不會全部都講 因為有些內容其實真的 就是 比較 細節的東西 就可以直接超過 對 那 其實 一開始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專案 好了 那其實一開始真的就是 我們其實這幾個是我們想要講的 算是我們 一直以來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提醒大家才沒關係的重要性 然後呢 然後 其中一個點 當初就是 其實 這個這個project 其實是一個GVD的 City Type Project 所以 其實當初的一個起 其實是因為 美國政府的開放很透明 就是我們 因為香菇跟我 跟大學 剛好我們今天在場 三個都是 都是工程師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了 其實 像在美國 如果你要去找一些議員的資料 或是一些政府資料 其實他們都做得還蠻 很便宜 然後 API 什麼的都有 然後 也都是有 就是 譬如說你要去調些文件 然後呢 它不會 就是只有PDF 它可能會有 比較 如果這堂工程師的話 你就會知道 它有時候會已經有 那個PARS考的 XML 那就是都是很方便的 那種 很工程師 friendly的一些格式 他們就覺得 哇 那時候就覺得很驚訝 就是有這麼多的資源 可以使用 那對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 靈印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 台美人在海外的努力 那我不知道大家 對這個 台美人這個職 到底 是不是很熟悉 如果不熟悉的話 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台美人 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 台一 國 台灣也是 美國 所以在美國這邊 台美人的社群其實是 還蠻大的 這也非常厲害 我以前自己在台灣的時候 完全都不知道 有這樣子一個社群存在 對啊 那來這邊之後 就遇到了非常多 一些前輩 還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女婦 像我們這樣這一輩 第二代 第三代 然後他們其實在海外 你會覺得說 他們是不是就 跟台灣沒有什麼連結了 可是 其實蠻出 出人意料的 我遇到了不少 但真的是大部分 其實真的就是 沒什麼連結了 可是 比例還不少 就是還蠻多 都是其實 還是很 很 聽說還是很嚮往台灣的地方 其實也很常回去 然後他們在海外 就是在美國 至少 他就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然後 相信大家如果看我們的專輯 都知道我們 就是產網會跟 去參加法法的團 然後去 美國的國會遊說 那這就是其中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 台灣的輿論環境 需要不一樣的觀點 所以 這個觀點其實重點就是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 有寫過一些文章 就是說 每一個 我們大家在看這些網上 網上都要知道 每一個平台 其實背後都是 的觀點 所以我們當然也有一個觀點 就是我們想要講的一個故事 我們想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所以當然我們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並且就不會跟 一般看到的媒體的報導一樣 就是我們其實沒有要做一個報導 我們其實是要提供觀點 那這個觀點的答案就是 可能是 以 美國的角度 或是以 台南外交的角度 處罰 所以有時候可能 大家看到的東西 會覺得不一樣 怎麼不會是 我們想像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覺得 這才是 我們的一個 存在的一個 目的 就是 就是因為不一樣 然後讓 就多了一些選項 讓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說其實也有人像這樣 譬如說 我覺得幾個 之前我可以想到 很多人會覺得 他就是 超派 就是輕鬆派 可是其實如果你在那裡 代國調理場來說的話 我們在美國華府 願意幫我們講話的人 其實已經夠少了 那 其實如果你真的仔細看的話 其實 他真的算是保守派 可是他也真的不是 遇到輕鬆 那這時候 我們就會提供 像這樣子的觀點 讓大家採討 就是 以一個外交的故事來看 對 那 對啊 這其實也是當時的一個 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需要 做這件事情的一個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還記得那個時候 好像是 台灣旅行法通過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 同溫層外的 就是臉書文章下面 開一些留言 然後我就看到了 蠻多 就是真的覺得 蠻 其實 對啊 其實到現在已經做兩年了 可是你會發現網路上這樣子的言論 其實還是有 其實最近 其實這個 這個世界上有點越來越 越嚴重的 趨勢 就是 啊 那 但 這個真是要抱大愛情 但是我們至少 可以做到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寫資訊 譬如說 美國的法律通過又怎麼樣 就很多人會對 呃 就是這些 譬如說我們一開始是介紹 美國國會的法律嗎 那 最常我一開始真的很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美國可以通過台灣相關的法律 難道 美國可以管到台灣嗎 美國怎麼管那麼快 為什麼可以管台灣 其實不是 其實這其實大概有五回 因為美國它 跟很多國家有交往 那其實這個法律 台灣 譬如說台灣旅行法 然後或者是現在台灣保證法 這些它其實是規範自己 規範美國自己 自己當局 當然我們的行為地的行政單位 未來應該要如何跟台灣交往 所以 其實規範這條是美國自己 那只是跟台灣有關 所以像 這一類的問題 那就至少是我們可以幫忙回答的部分 那 對 前面講到寫文章嘛 可是其實這個專案一開始的誕生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一個 一個工程師的專案 對 那那時候2015年的時候 就是 香菇 然後跟我們就是 就跟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突然的idea 其實是 香菇的idea 香菇你的話 跟你講 架下 就是你那一天 還是你要我講 我可以補充一下 喂 喂 等一下 喔 哈囉 喂 喂 有有有有嗎 喂 有有我聽到了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 那個是 那個是 我2009年就到美國去了 然後 我有一個就是 不知道算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 就是我會 沒事 有時沒事會在網路上亂找 亂搜尋 然後亂讀一些東西 哈囉 我2009年的時候就到美國去了 然後我一個不知道算好習慣還是壞習慣就是有事沒事會在網路上亂找亂搜尋這些東西那你要想那個年代一定十年前跟現在語言環境差非常多所以十年前幾乎可以說在台灣左右媒體是完全沒有所謂的台美心意 或是沒有正確的台美新聞的相關報導 你看到都是譬如說美國隨時會把你賣掉啦 啊美國就是賣爛武器給你啦 啊美國隨時就是利用台灣啦 啊美國就是有沒有就是這種這種言論衝刺 那後來我有一次不知道幹嘛就是到congress.gov就是美國國會的那個official website去search台灣相關的那個法案我就嚇到我真的嚇到嘴巴掉下來 我發現竟然從2000年開始每一年美國國會都會提有關譬如說恢復跟台灣建交幫助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這些法案 現在叫決議案啦現在我們後來知道每個法案的差別大家那時候那時候不知道 那我就嚇到我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完全台灣沒有人爆什麼是發爬都沒有人知道 也不知道有一群台灣人一直在美國一直很努力的對美國國會運作遊說 然後那個心靈衝擊非常大然後就是覺得說這件事情應該要把它就是expose出來給大家知道 應該要讓全部台灣人知道 所以我就因為那時候跟Jerry Jerry是我學弟那時候他常常來我那邊工作 我們那時候run the sub 然後就常常跟他講這個idea 那那因為我是嘴炮的就是講講我不太會去做 他比較有行動力所以他有一天就跟我說他就是衝了 所以這就是整個狀態整個就是這樣已經學起來了 對對對對對 其實就是這樣然後我也是剛好2015年的時候我2015年那時候剛好算是畢業 然後呢 因緣際會之下就是被人家就推薦我說你可以去參加包括的那個遊說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去參加了 然後參加之後就是因為你遊說的話我不知道大家 然後如果你看我們其實也講過蠻多次這個這個過程 就是其實還蠻有趣的就是 你就下去跟國會議員 就是譬如像我們在德州 那德州有36個就是眾議員 然後兩個參議員 那我們就是要跟他們辦公室約 那要怎麼約呢 其實就是寫Email給他們 然後你就約到了 然後那時候還能也是蠻驚訝 就是各種驚訝 就覺得哦 這麼簡單就可以約到 對就是這樣 就是你就是寫Email給他們的那個Foreign Aid 就是他們 因為一個議員下面會有非常多不同的助理嘛 那你就不是跟他們 就是離國際事務的助理約時間 然後就可以去 那發發活動就是可以幫他們打廣告一下嗎 對 其實這個workshop就是大概會有兩三天 然後他幫你想多了課 就是補習一下就是還沒關係啊等等 然後還有我們想要推廣的議題 那但是還是有很多東西 需要靠你自己去努力 譬如說 因為每一週的議員其實都不太一樣 他們重視的東西 他們自己帶的委員會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去怎麼接近他們 怎麼去把這些東西告訴他們的方法不一樣 那時候所以在那之前 你就必須要做非常多的功課 就是 然後也是因為那個時候才去找了 譬如說 Congress.gov 是美國國會的官網 然後那時候其實還有一個很好的網站 叫做 Insidegov 那他會停掉 那他部分的資訊就被整合到Pro Populita 然後把這個API 如果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應付 就是 就是 你覺得他們美國有非常多這樣子的網站存在 還有什麼 GovTrad 然後他也是專門去幫你搜尋美國法案的一個網站 那就是在做功課的時候就發現這些東西 所以才覺得說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做一個台灣的版本 就是只是把這些東西資訊把它稍微整理出來 把台灣相關法案調出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 原來美國其實有這麼多相關的法案 其實還蠻有趣的一點就是 以前 台灣常常會說 美國就是要賣武器嘛 其實現在還是會我們這樣子講 就是賣二手武器是什麼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相關法案的話 其實應該是武器的東西是最多的 這是軍售案 但是 後來經過我們整理 現在就是從 我們網站上面的法案 是從1979年 就是台美斷交之後開始算 然後呢 到限制 其實大概累積到 大概有1000多個台灣相關法案 那其實經過分類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 有一個分 就是 其實最多的台灣相關法案 的分類並不是軍售案 而是 國 國際空間 就是國際參與類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東西其實還是最多的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 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很多人不會去特別報導這個 像譬如說 幫助台灣加入WHO 這個法案幾乎是 每年第幾 對 然後它是以法案的形式 譬如說 跟剛剛講到 建交 建交那個決議案的 那它就 它通過之後 並不會成為一個 有約束力的法令 所以那個成績不太一樣 但至少它是一個 國會的表態 就如此類的 所以這個其實 也都是為什麼 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就是為了要做這個專欄 然後呢 一直到2017年 sorry 2017年的Summer 就是我們下一個 就是海台青的DAPSone 對啊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Ideo 但是就是一直放在那邊 就是DAPSone 然後一直到2017年 參加了一個 其實也是GIN01 他們就是 就是開運 GIN01開運 然後就利用這個 就是在美東那邊 辦的一個GIN01 然後海台青是一個 海外的一個 也是台灣青年的一個組織 那 參加之後 就覺得 這樣有這個Ideo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做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做了Folotype 然後也是那個時候 加入了Megel Megel是我們現在的一個 編輯之一 我們現在大概有 四個 四個主要編輯 其實有一個編輯在台灣 所以其實 大順明是 我們現在在台灣 也算是有兩個成員的 大順 然後還有一個台灣的編輯 然後 對啊 然後到2017年 我們秋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現場 有沒有人聽過 國家寶藏這個專案 有嗎 有的話可以 喔他有點頭 好 對 那時候其實國家寶藏的 這個專案發起人 孝行森 他也在 那個時候還在美國 他後來回來台灣了嗎 對 那時候就是 因為他的推薦之下 因為他們 國家寶藏算是拿了 經理醫工理科技 講座經理的第一屆 然後他就說 那你去申請看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申請了 然後結果就 真的上了 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 其實大概直到2017年 專案才定時開始 然後一直到現在 大概兩年多 然後在去年的夏天 前年的 2018年 前年的夏天的時候 我們跟一個 在美國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合併 就是 他們其實他們也很有趣 就是那時候也是 各種 因緣 因緣際會 對啊 那 他們 ACP 他的全名是 American Citizens for Taiwan 那 因為香菇的關係 這個不多 我講了 但是講下去可能超市 就是 後來我們就認識他們 然後發現他們做的幾乎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目標 都是要促進還沒關係 那 只是我們的 我們的觀眾是台灣人 那他們是 他們的觀眾是美國人 然後這個 他的那個 他自己也是一個美國人 所以他就是 就是很少看到 就是 像一些地方 大部分都是美國人 或是 第二代 所以就看到 就是一群非常 熱情的 第二代 然後 美國人們 想要把 就是 promote台灣 給更多美國人知道 對啊 那時候我們就 因為他剛好已經是一個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合併 然後我們就一起做市 到現在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 現在整個的 發展的過程這樣子 然後 目前分工狀態就是 有編輯群 然後 我們有工程組 然後等下 香菇可以講 說 工程組 然後還有 志工群 對 然後我看一下現在好像 已經二十幾分了 所以這邊就可以 這邊可以跳過 就是現在我們好像 快要 快要八萬人 所以 謝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一直到現在 居然有快八萬人 對不對 非常的驚訝 然後 我們也都沒有打什麼廣告 然後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打廣告 因為現在 就是現在 臉書其實還蠻嚴格的 就是 很多廣告 政治類廣告 他就會要求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 嗯 就是 前陣子我們有想說 因為我們前陣子 開始做影片了嘛 對啊 就想說我們可以 推廣一下我們的影片 因為其實真的 花了很多心 心力去做這些 採訪 台灣 國內政治人物的一些影片 然後就想說 可以去推廣一下 然後就發現 因為剛好是選舉的時候 然後 他們的生活 就是非常的嚴格 對 所以其實這一點還是不錯的 台灣其實 真的 你這一點是 臉書其實有在做 對 因為我自己就有情深體驗 就是什麼東西都 啊 都理智都過不了 對 然後 比較 這個就是一些後台資料啊 譬如說 我們的觀眾群 大概都是什麼樣的年齡 然後大概 大概 44歲 左右 就是 我們大概90%的觀眾 就是大概 大概 44歲以下 然後 男女比例其實算平均 然後 這一些是 我把一些 海外的 就是 哪一些人 最 就是海外的 那個 followers 那些粉絲 的排序 這樣子 他們房子在哪裡 然後 一些 小趣事 對 這個可以 跳跳跳跳跳 跳過 對啊 然後我們也跟沈陽合作 然後 然後 握槽 然後我們網站 然後等一下網站相互可以講更多的 然後 這是一些我們網站的 UI 這樣 OK 然後這是我們之前 對啊 這邊可以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們之後嘗試的內容 所以一開始我們 嗯 就是寫文章嘛 然後做網站 對 哦 我忘了講什麼 就忘了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對吧 你看 太早起來 就是 腦袋裡面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是一個劇院的重案 那為什麼 後來就是臉書呢 其實 為什麼會一直在你們上面寫文章呢 其實 真的就是因為那時候在做網站的時候 覺得說 嗯 我們整理出這麼多的法案啊 到底會有誰來看 就是有誰會覺得說 好 我今天 起來 就是早上起來 我突然想看美國的法案 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必須要先讓大家對這些東西熟悉 然後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所以那時候 呃 就 我們覺得說 那不然我們就先開一個臉書的 本事業好了 然後呢 可以開始寫一些東西 寫一些我們觀察到的東西 讓大家 呃 至少知道我們來講什麼 一開始我在寫文章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連 呃 什麼是國務院啊 國務新是幹嘛的啊 然後法案的種類啊 這些東西 他們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如果真的回去回頭 回收我們過去早期的文章 你會幫助找一些文章 超級多補充的東西 就是現在 我不知道 說不定 說不定現在其實也需要 持續做這件事情 那只是因為 如果我們再把那些補充 註記的東西加進去 那文章就真的會 爆掉 因為我們很容易 不然你們就會寫很長 那就可能真的要變四五千字了 對啊 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 一開始 剛開始寫文章說 就是很希望大家了解 噢這些法案是什麼意思 然後法案的流程是什麼 對 那 結果沒有想到文章 越寫 好像反應越來越好 然後就變成是 就真的是被 臉書耽誤我們發覺 就是我們後來就變正 一直在寫 臉書文章 然後呢 Gin就一直問說 那你們的網站怎麼知道 做好 對 所以那時候網站 其實有稍微播了一下下 然後現在網站其實也有一些問題 那等一下可以讓 那個大順跟香菇來回答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然後 嗯 好 那 接下來這些文章 馬上沒有網站 然後接下來我們希望嘗試一些新的內容 或許等一下其實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些 互動QA的時間 大家可以稍微 可以給一些建議啊 或是你們 也蠻好奇想要知道 就是大家 對 對於這個 project 對於觀測上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是一些看法 對 那我們自己是希望嘗試更多的內容 就是 不只是寫文章 因為有時候寫文章 我自己一直在 其實我一直有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 你 你 你到底要怎麼去評估 你的效益跟相比 因為其實有時候寫文章 雖然很多的互動 很多的 lies 很多的留言 可是這些 來的人 來互動的人 來看的人 他們真的都有在看 就是 真的有看懂你的文章嗎 真的有看過這些東西嗎 他們對於 台灣的外交有比較了解了嗎 那其實這個時候 我都一直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所以 所以其實那些 譬如說那些戰術啊 真的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 符云啊 有點像是一個參考的東西 我就一直思考 就是怎麼樣可以 更 跟大家有更多的 engagement 就是更多的互動 所以直播可能是一個嘗試 那我們之後其實會有更多的東西 像 我們這次做影片 做影片 我也有一些小遊戲 那其實小遊戲 真的就是想要知道 就是說 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就是 小遊戲其實就是測驗啊 我們只是把它講成小遊戲 但其實是 小測驗 就是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 看完影片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收穫 是不是真的有把一些東西 變成是自己的 那對這些東西 是真的 更了解的 然後 對 其實到目前為止 算一半一半 就是有些人 就是 就真的就是 一下子全部都打虧 超級厲害的 因為我們在後台都看得到 然後 就看到有些人就是 他大概就是 應該也沒有看影片 他就進來 他就是想要玩小遊戲 然後就一直拆 一直拆 然後 然後我們小編 就是因為我們有做那些app 然後就是手機 就一直收到訊息 就是 誰又summit了一個東西 然後就是他這個 他一直在亂拆 然後你的手機就會 一直在那邊 瘋狂的震動 這樣 對 那 所以直播是一個 然後 我們做影片 然後接下來其實 呃 有嘗試做podcast 就是其實 現在另外很多人 他們可能 沒有辦法小朋友做的文字 或許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變成 聲音的模式 然後大家在聽起來就可以 因為 你自己會是一個 我們之後想要做的嘗試 對啊 那 反正很多東西很多 這更想不完 但是就是 但主要就是 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我們有 一直想要 把這件事情 做得更好 更完整 就是因為我們的目標 真的就是讓大家 更多人知道 台美關係 到底是什麼 因為其實真的不會 以臺灣所有的 眾多的外交關係當中 台美關係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 那其實 對於這些東西 有了 對於這些東西 更加了解的話 其實你也比較不夠知道 自己現在處在一個 什麼樣的位置 什麼樣的立場 那你在看待一些 事情 包括 譬如說 執政黨議局 他們現在做的一些 策略的時候 嗯 就比較會有一個 參考的依據跟標準 就知道 現在大概是 在做這件事情 是為了什麼 那 不做 為什麼現在不做這件事情 是為了什麼 做或不做 你大概都知道 哦 大概有一個 有一個參考的一句 你大概知道 為什麼會是這樣 而不是會覺得說 哦 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要做 等等的 對 那 那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 香菇 就是 我不知道 再次要怎麼進行這個東西 就是 要讓香菇來 講我們的那個 香菇講的東西非常好口 他就是 講的就是非常的工程 對 不知道現場在 在場多少工程式 這樣 嗯 不管 在場有多少工程師 我就知道 那 那我們問一下 那我們問一下 現場有多少是工程師 馬 去舉手 欸你也是 好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馬 好 不管 現場有多少 其實我們今天是來做recruitment的 就是 對 現場工程師 不管 對 就是硬要講 好 欸 來吧 我 我先大概報告一下 目前的整個架構 然後還有那個 然後 然後我等一下會demo OK 就是 我們現在架構 這個是 其實我們已經 Iterate很多 很 很 很久 就是一直要找到一個 很reliable的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然後 現在這個 好 謝謝 這個是整個 backend的架構 就是 你們 等一下看到我們的網站 你會 前段看就是 資料就是那個樣子 可是其實後面 你要compile那些資料 是還蠻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大概講了一下 整個資料來源是來 來自於哪裡 就是說我們會 我們有一個 因為我們首先你要怎麼樣去做 bookkeeping 怎麼樣去list這些台美相關法案 所以我們這個bookkeeping的工作 我們一開始 其實它就是一個 手動的 一個 spreadsheet 一開始我們是用google sheets 然後現在我們是用Airtable 因為Airtable還蠻 就是co-working friendly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讓 等一下我可以稍微秀一下 就是讓那個 志工去 加新的法案 然後去做那個 基本的資訊 比如說這個法案的title 中英文翻譯 然後還有做 tagging 這些簡單的工作 那有了這個bookkeeping之後 就是知道說現在一個新的法案 新增進來了 那我們就要開始去做整個data的compile 然後怎麼樣去撈所有這些data的詳細資料 我們基本上是從congress.gov 因為它沒有最詳細的資料 因為它沒有API 所以我基本上是寫一個爬蟲去撈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剛剛Jerry有提到 ProPublic這個API 這個API整理的還不錯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的資料量很少 只有這幾年的資料量而已 它沒有歷史資料 但是它整理的很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用它來去列出 每一年度所有的congress member list 多少眾議員 多少參議員 每一個眾議員參議員的那個基本資料 所以我們有三個beta source 那congress到gov 就是剩下全部的東西 包括法案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summary 然後所有的action 一個法案有80種action types 然後這個法案分類 就是所有的細節啦 整個法案 你看它的最新的進度 然後它最新的action是什麼 然後它更新的版本 一大堆東西 都從congress到gov出來 還有包含原文 全文也是從congress到gov出來 然後包含一下 議員本身的那個大頭照 然後我們現在是從那個 congress到gov去抓 那所以說你可以想說這些東西 都蠻多synchronize的那個code 那所以說這些synccode 我們在Beggen寫了蠻多synchronize的code 那有一些是手動的 有些是自動的 手動的東西大概就是 譬如說像每一屆 像國會改選之後 你就run一次 全部新的國會所有的議員資料 你就是sync一次就好了 這種東西你不用做daily sync 就是目前手動就是這樣做 然後自動的部分包含 像每一天法案的update 這些東西 我們每一天都會sync一次 那這個自動的synccode 我們現在是放在AWS的run檔上面 然後在儲存資料方面 Database我們是用MongoDB 放在Digital Ocean上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蠻efficient 因為我們曾經嘗試過DynamoDB 跟AWS的DynamoDB 也嘗試過Azure的CosmoDB 但是都太貴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要到production run 才有這個經濟效應 因為那東西一個月就是燒掉三四百美金 DB超貴 所以說我現在就是最緊 那因為現在使用量才不大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就直接 因為Digital Ocean很平移 就是single node run就好了 反正現在不需要convue scalability的問題 所以就讓它一個Db run上面就好 然後S3 bucket 我們還是有繼續用 包括一些不需要做indexing的東西 譬如說像那種block的資料 譬如說像法案的summary 然後或是像那個profile picture 像全文這些東西 我們全部丟在s3上面 然後這些東西全部會 就是讓我們backend API 去access它 然後做那個data的serving 那樣子 那我們現在API 以前我們也都是用serverless 就是嘗試過AWS的run檔 那後來我們發現 真的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也都放棄serverless 因為反正種種種原因 現在我們覺得最有效率的 最好的做法還是用Docker 所以說現在我們所有的engineering的run time 全部都是用Docker 就是反正你run time 你local是什麼環境 你remote就是那個環境 所以就很簡單 然後這個是 所以我們有backend的resflow 它是backend就是一個標準的resflow API 那backendresflow API 它就是提供後面那一堆資料 compile出來的東西 然後它就是透過API endpoint 去做data service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from-end API 那from-end API 基本上它是for我們的網站 specifically for我們的website 所以說它是graphql的一個API 因為你就是直接就是 所以它其實我們是三層次的架構 這個中間的middle tier from-end API 包含比如說一些網站特別需要用到的服務 像譬如說subscription啊 donation啊 或是congress map 這些東西不是external data需要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的定位是這樣 希望有個backend的resflow API 將來是一個public access 就是說你們就是我們 當然現在還沒有足夠人力 但是在我們規劃的roll map裡面 你將來如果有研究單位 或是有ser party 的工程師 想要直接使用資料服務的話 就是直接存取我們的resflow API 所以我們就把網站特別需求的東西 就不放在那邊了 我們就直接放在groundend graphql這邊 for網站使用 那我們這邊自己也會去存取 一些服務也會去存取 veganrexflow API 譬如說我們會有 我們建了一個preview service 那這等一下我會秀一下 什麼叫preview service 它其實也是 就是我們後來跟旁鳳 meeting之後 他的建議就是說 反正你一個end point 然後你一個網址.jpg 或是一個.spg 你就是產生的圖卡 那那個圖卡其實就是一個 BO summary 或是一個 congressman summary 的一個card 那這個card可以分享到 Facebook上面 可以貼到什麼任何地方去 或是preview 放在那個ogtag裡面去 它就是自動變成preview 那東西就是preview service 那它就是standalone的service 所以它也是存取backend的API 那將來我們可能會開發一些bots 然後天機器人也就是存取這個backend的API 那我們前端的部分 我們有兩個網站 你們看到的是中文的 我們U.S. Taiwan Watch的網站 那實際上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跟ACT合併 所以ACT的網站是全英文 那是給美國人看的 所以說那個網站 基本上 這兩個網站 是同樣存取fromendAPI的東西 但是這些UI的share component 我們是放在一個submodule裡面 那現在fromend的架構 我們是用view.js跟id 那我們打算放掉 OK 我現在demo一下我們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的整個架構 然後現在給你們看一下東西 比較有感覺 這就是 這就是那個Airtable 所以這邊就是自公會用 譬如說你今天一個新的法案進來 他自公就是在這邊加一筆資料 然後哪一屆的法案 然後bill code是什麼 然後introduced day 是哪一天introduced bill number 法案的title 然後中文翻譯 然後summary 然後tagging這些東西 基本的資料就是放在這裡這樣 然後呢 這邊就是我們法案 那麼我們先從首頁看一開始看好了 這是我們的首頁 那首頁的話我們這邊會有最新的法案 自動identify出來的 就是最新有三個update 最最大的3個update 然後挺台議員 最挺台的3個議員 然後一些文章的連結放在這裡 那法案頁 你點進去的話 就是全部的list 这个是116届 那你这边可以调整届数 去查你要哪一届的法案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116届 因为D4就是目前这一届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全部的 法案有它这些基本资料 譬如说谁提的 然后届数 然后提案日期 然后目前的状态 在那个checking status 这是一个基本资料 然后如果你需要看到更多的detail 你把它点进去看 点进去看之后 这边有目前的详细进度 那这个详细进度 就是从Congress.gov Synchronize下来的 那每一天 我们会去跑而吃Synchronize code 所以这边会make an update 然后这边是Summary 材料 然后连署人的地图 这个东西是 这是你做 大春做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法案的cosponsor 蓝色就是民主党 红色就是共和党 所以你就看到 因为这是一个参议院的法案 所以说你就是一个州就是两个参议员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整个分布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这边是全文 就是你点进去 因为法案在其实跟 其实跟 其实跟台湾立法院立法程序蛮像的 你从法案 比如说 一直到出去变成public law 中间有很多的版本嘛 所以说每一个版本的全文 我们有捞下来 你可以点进去 就是放在S3里面 这样子 所以这是它的detail 那如果这个是法案的部分 然后议员的部分呢 议员的部分就是 我们可以 你可以查你所在的州 但可能对你们比较没有那个 就是如果对在美国台湾人就蛮有用的 因为他可以知道说我所在的州 我们这个州的参议员跟中议员 他到底提过了多少 台湾相关法案 到底sponsor了多少台湾相关法案 cosponsor了多少台湾相关法案 那 就是他们的投票指南 对 就是一个投票指南 就是一个投票指南 像这个Tom Curtin 这个就是一个很挺台人 Curtin 就是我们讲的棉花艺员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profile 你看点进去看 他就是看到这个很详细的profile 他认 113届到16届 然后与同党一致的投票率有多少 提过两个台湾相关法案 共同联署的11个台湾相关法案 这就是很清楚 下面就是一幕要来 那这就是那个议员的 那我我刚刚说的一个preview service 就是说你觉得这东西 你觉得这个information很有用 然后你想要就是 sure sure 给你的sure到facebook上 那你按这个键 那我们的preview service 就会generate一个这样的卡 一个preview卡 你就可以share到 你的facebook上面去 那法案也是一样 我就不demo 就是一样的意思 那就是透过我们的preview service 去generate那个preview 这样 然后 呀 这就是整个 简单的demo 大概就是整个样子 目前的进度 然后我们 fail过了一些东西 就是我刚刚也陆陆续续去讲了 我们为什么不再去用dynamoDB 不再去用cosmoDB 不再去用serverless让达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些refectory 能力 所以这是recruiting的中原 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要找工程师的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简化一下我们工程师的architecture 太复杂 因为我们现在三个tears 三成就算了 我们还有所谓的development stage 跟那个production stage 所以其实是有六个round time 三成二等于六 六个round time 在我们的那个portal里面跑 所以我们的portal搞得还蛮复杂 其实是四成二啦 因为frontal有两个嘛 有中文网站、英文网站 然后frontend API、backend API 所以其实四个round time 然后四个round time 有development stage 跟production stage 就是四个的把八个round time 再跑这个态度 所以我们要牵制于人力 我们想要把它简化成两个tears就好 就是把frontend API 就是把它跟frontend合并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想要全部把它 rewrite成react 因为反正种种原因 我觉得Vue.js的development也蛮难找的 而且有一些 political issue 如果你们有follow的话 然后react也是现在最 popular的 也是比较容易standardized的 然后我们会比较 我们想要选一个比较好的EYF framework 因为react里面蛮多resource 我想这应该不是很担心的问题 那除了这些engineering的refactor之外 其实我们很多future 都在我们背log里面 我们需要很多developer 帮我们来做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就是明明就没有developer 可是我跟Jerry就整天狂想一堆 就是乱七八糟的future 然后其实上次跟唐凤 我们是跟他meeting半个钟还是一个小时 他也是狂塞一堆东西给我们 就是很消化不良的那种 然后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慢慢做 就是慢慢做 我们就是依照重要